女明星通常工作比较辛苦 又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但是又要禁得住别人用放大镜来看你 究竟她们有什么保养秘籍呢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卸妆的重要性已经不用我再提醒大家了吧 那如果你要带着一整天的彩妆残留 还有这个脏空气 以及汗水皮脂等等的脏东西入睡的话呢 就不要听我接下来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温和卸妆了 首先呢我们要先卸唇妆的部分 因为唇妆的彩度呢 很容易在卸妆的过程当中 就碰到脸的其他地方了 所以我们先把卸妆水 倒到棉片上面 然后敷在嘴巴上面 轻轻地按压 把唇妆的颜色呢 全部都印到我们的化妆棉上面 这样子就可以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在卸妆的时候呢 就不会印到脸的旁边了 接下来就是卸除眼妆了 那眼妆上面呢 会有眼影、睫毛膏、眼线等等 比较难卸的这些彩妆品 卸妆水呢 倒到棉片上面 接下来呢 拿出来一张干净的棉片 对折之后呢 垫在你的下睫毛的下面 这样子可以避免我们在卸妆过程当中呢 把这些彩妆 印到你的下眼皮 我们稍微敷一下 尤其是如果你使用了这个防水的睫毛膏的话呢 我们要稍微停留一下下的时间之后 轻轻地按压 利用按压的动作呢 可以把难卸的彩妆品溶解开来 看 给大家看一眼 看 我们卸下来的睫毛膏呢 全部都接触到棉片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棉片的背面来往上看 把下眼影也卸除干净 好啦 眼部的彩妆就卸得很干净了 接下来就是底妆的部分了 那在卸底妆的时候呢 你要挑选一个柔软的纯棉的卸妆棉 然后把卸妆水倒到棉片上面 稍微多一点点 可以减少棉片跟肌肤的摩擦力 接着呢 就从脸的中间往外侧 轻轻地按摩 做一个擦拭的动作 有很多人都会说到了 卸妆水呢 根本没有办法把脸上的彩妆卸干净 那可能呢 就是你用的方法不对 除了脸部之外呢 在卸妆的过程当中 脖子 耳根 还有发际线的地方都要照顾到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一款呢 是贝德马静盐控油洁肤液 里面有一个皮脂净化调节的成分呢 可以让大家在卸妆的过程当中 预防毛孔堵塞 想要拥有像女明星一样白皙透亮的皮肤 那么防晒一定要做好 因为紫外线呢 它是让我们的肌肤老化的元凶 除了脸之外呢 裸露出来身体其他的部分 也要做好防晒 那防晒喷雾呢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照顾到大面积的皮肤 轻轻地按一下 然后用手轻轻地拍开 因为它的质地很清爽 很容易被皮肤吸收 而且它有防水防汗的功能 特别适合那种不喜欢皮肤黏黏腻腻的女生 毛孔慢慢变大 也是很容易泄露年龄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爱出油的女生呢 特别容易长痘痘 那痘痘呢 就是毛孔当中的油脂分泌过剩 堆积在毛孔当中了之后呢 形成的一个发炎的状况 所以呢 那如果你想要解决你的这个毛孔问题的话呢 在保养品当中呢 你要选择一个有调节皮脂功能的护肤品 在涂完保湿产品之后呢 我们可以加上这个 具有调节皮脂功能的产品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最好是集中在容易出油的梯区 那在涂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打圈圈 我们顺着毛孔的方向涂抹 在额头 还有容易毛孔出大的鼻翼的两侧 还有下巴的地方轻轻的涂抹 你就会发觉一个神奇的事情 就是刚刚涂过的地方呢 全部都变成哑光的 那这一款毛孔修护乳呢 也可以当作妆前如来使用 它可以隐形你的毛孔 让你的皮肤呢 变得非常的平滑 之后上妆呢 就很漂亮了 想要拥有一个好皮肤 除了注意卸妆 注重防晒之外呢 还要管理好你的毛孔 那我们今天的课堂就到这边啦 下期再见 拜拜